AudioJungle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团校改革方案 5.中国空军多型战机连续绕道巡航检验实战能力 要文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特雷沙没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首相女士今年年初访华时,我们就深入推进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达成重要共识 一致同意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务实性、全球性、包容性、共同引领中英关系不断前行 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要深挖潜力,推动中土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团校改革方案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说,中方支持朝鲜半岛,早日结束战争状态 有关各方合力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19日就空军战机绕岛巡航英巡表示 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两岸同胞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当地时间4月18日,中国海军第29批护航编队 在印度洋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编队指挥控制、战场赶支、火力打击 在训练中得到综合检验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联合国助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发布安全预警 中国第16批赴黎巴嫩维合部队建筑工兵分队 展开全要素夜间应急防卫演练 国内军情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靖科 19日发布消息 空军近日连续组织多架轰炸机、侦察机、成体系绕岛巡航 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根据年度例行性计划安排 我陆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东南沿海 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 多型武装直升机密切配合 高效协同 全面检验陆航部队海上全天候作战能力 火箭军某通信部队近日组织了一场复杂电磁环境 下野战通信装备阻网演练 对通信保障中 部队紧急部署 快速反应、通信电磁对抗 等数十个高难科目进行实战化检验 近日在阿里高原野外助勋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一天内组织两种武器进行实弹射击 通过实弹射击进一步检验 官兵高海拔训练水平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 近日组织学员在某综合训练基地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为被占主训期全力做好防训抗洪 及水上抢险救援工作 连日来 武警重庆 总队船艇支队组织开展为7亿州的冲锋州操作首集训 国内社会4月19日20时至20日20时 内蒙古中部 黑龙江中部 陕西南部 四川东北部 重庆中东部 河南西部 湖北西部 湖南西北部 广西北部 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局壁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 将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 19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吕尖江同志亲属及报告团成员 4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昆明 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牌仪式并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践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以组建整合为契机 努力打造具有强大也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19日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央委员 加莱省委书记 省人民议会主席杨恩庄率领的越南共产党高级干部考察团 经中共中央批准 4月19日 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五党派人时代表傅西百坡 立家庄参观学习并举行座谈会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国际药文联合国安理会18日讨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就俄罗斯前情报人员中毒事件发布的调查报告 安理会成员一致谴责将化学毒剂作为武器的做法 但是在赵世芳身份确认等方面存在分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18日表示 中方一直关注俄罗斯前情报人员中毒事件事态发展 主张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相关规定 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框架内处理有关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 双方同意为达成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协定而进行谈判 然而为能就贸易协定的形势达成共识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代表萨伊迪克18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说 近期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不稳定 因违反停火协议等 导致的平民伤亡事件 仍然时有发生 因英国方面要求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社会 18日在海达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该组织对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件的毒计分析报告 英国和俄罗斯代表发言各执己见 互指对方说谎造谣 据朝中社19日报道 朝鲜劳动党决定于2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并将在会上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政策问题 那年今日百万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 1949年4月20日午夜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 人民解放军中 东 西三集团从西起湖口 东至江因长达千里的长江北岸 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 排山倒海的强渡长江 江因要在七千余关后 孤炮台总台长唐炳林 游击炮团团长蒙德荣 首备总队长李云蔡等率领下战场起义 控制了江因炮台 封锁了江面 致使国民党海军无法进入这段疆域 今日军报文案 周祥 尹涵 李小泽 音频剪辑 张廷 波音 朱勇 静一 转载请注明来源